你们干嘛 别走 别走 大嫂 大嫂 哎呀 大嫂 哎呀 哎呀 哎呦 老弟啊 干嘛呢 你们 怎么了 要搬老爸去哪里啊 大哥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老爸呢 一直在你们这边养老啊 现在 也该能到我们这几兄弟 给老爸养老了 对 你们接老爸去养老 起码要跟我商量一下啊 我们之前也跟你商量过啊 可是你们不同意呢 那我们只能说 偷偷的把老爸接走了 哦 弟啊 我能同意吗 老爸就生了我们十个儿子 现在只有我们结婚了 你们都没有结婚 你们把老爸接回去 你们更加难娶到老婆啊 你说的什么话呢 啊 那我问你 你们接老爸过去 你们要或要花费精精力 和时间去照顾他啊 那要怎么啦 老爸养我们小 我们养老爸老 天经地义的嘛 啊 再说了 老爸从小一把死一把尿 要当爹要当妈的 把我们十兄弟拉扯的 那现在我们不孝顺他 说了过去吗 你是不是太自私了 想要村里面的人 置我们 置我们于不中不易的位置吗 老弟啊 我也知道你一片孝心 但是你要考虑实际情况啊 把老爸接过去了 很多女孩子都不喜欢跟老人一起住 到时候相亲上 别人一看到老爸 更加不愿意跟你们拍拖了啊 如果说因为有老人家在家里面 不愿意跟我们相亲 不愿意嫁给我们的 没有孝心的那些女孩子 我们不要也罢 对对对 但是我还是不同意 老爸在我们这里就习惯了啊 带着你们那边 老爸就不习惯 不行 再加上啊 我们家里面有小孩 他也热闹 你们那里太冷清了 哎呀大哥 过来一下干嘛 啊其实啊最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我怕到时候因为这个养老问题啊 导致你这边家庭不稳定啊 老弟你说什么呢 我养老爸跟我家庭有什么冲突啊 怎么没有 那现在我们十兄弟就你一个娶到老婆的啊 你是我们家族唯一的希望啊 既然是我结了婚了 我更应该把这个重担挑在我的肩膀上 啊 你不懂啊 现在很多女孩子啊 他不愿意跟老人家住一起的 那个相关不合啊 性格不合啊 饮食习惯不一样啊 那个我怕到时候大嫂 他表面上不说嫌弃 心里面啊 那个不高兴 时间长了 直接跟你离婚了 啊弟 你说什么呢 都说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我当初看上林总 就是因为他笑顺 对啊 你大嫂本来就不是那样的人 哎呀 大嫂你也不要误会啊 我只是说想给你们减轻点负担 你看看十兄弟就大哥结了婚 你们九兄弟都没结婚 你们更应该去赚钱 娶老婆 哎呀 大嫂照你这么说 那我们没娶到老婆 是不是叫不用孝顺了 就不用养老了 再说了 现在男多女少啊 娶不娶得到老婆 还是个未知数呢 我跟你说啊 就算娶不到老婆 我们也要孝顺啊 哎呀孝顺 可以等你们娶到老婆 再把老爸接回去嘛 你看老爸现在我们这里 吃的好做的好 我们也会自后好他的 奥迪啊 你就不用多说了啊 这养老爸这件事情啊 没有商量的预定 过来过来 过来 那个老弟啊 怎么说 就这么说 既然我是大哥的 我也结了婚了 你们都没有结婚 老爸肯定是我呀 你们就安心去挣钱 去找个老婆 你们那你们压力也大呀 家里面是不是开支 也大要有孩子啊 哪有能够到时间经历啊 有句老话说的好 有人之有物 你们不用替我们担心 在家上老爸也花不了多少啊 不就是在家里面添了一个碗 添了一双筷子的事情吗 啊 就这么说定了 不要再说了 哎兄弟们 既然我们大哥这么执意 不让我们接老爸过去 那我看就这样行不行 既然大哥出力 我们就出点钱 减轻大哥的负担 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也行吧 那我用 养老爸本来是我分类的事 他养我大 我养他老是应该的 你们也不用给钱 你们只要把薪师花在怎么娶老婆上面 就可以了 不行不行 这样我们是过意不去的 是啊 既然 好好好 都要抽点钱 既然大哥大嫂他们那么有担当 他们压力也大 我们给他们减轻的负担 那一人抽几百块 大哥大嫂你们也不容易 来来来来来 那大嫂你拿着拿着 我们敢拿着不收的话 那我们就把老爸对对对对不收 我们就抬走 来来来收下 那行吧 你们也是一定要孝心 哦 就这么说吧 如果说以后你们想养老爸的话 你们先结婚 哦 行吧 那我们那个尽快去找对象结婚 我要找一个像大嫂那么孝顺的 那是那么好的 哪怕没有他那么漂亮 那我也要了 对 主要是有孝心 对主要有孝心 等以后我们结婚了 我们能流氧 不要大哥大嫂养了 我去做饭吃 哎呀我来三几只吃一来 一起吃饭吧 快来 快来回去 来来来来 这样才行 哎 对